实现转向中国 66岁这个年纪能做什么呢 喝茶六鸟逛公园 我告诉你 接下来我要给您介绍的这位 他的66岁可不一般 他用了66天的时间 沿着美国的66号公路 横穿了 其实就13个州 你看 我说的就是他 费轩 这里是美国著名的66号公路的终点 洛杉矶的圣塔蒙尼卡 费轩正在和他的五名队友 一起庆祝骑行成功 而他自己也成为了 骑行横穿美国 年纪最大的中国人 你知道吗 这次横穿美国 费轩每天都要骑行120多公里 这么大岁数了 他吃得消吗 我告诉您 他还真有过掉队的事 有一次 一直跟在队尾的费轩 不小心迷了路 这可怎么办呢 就在他范畴的时候 碰巧遇上了一位热心的卡车司机 这名司机一路加速 追上了骑在前头的费轩的队友们 他说 你们后面还有一个 和你们穿着一样七星服 续着胡子的墨西哥大叔 他掉队了 这个时候 队员们才意识到 费轩没跟上来 而从此 墨西哥大叔也成为了费轩 在车队里的绰号 虽然偶尔掉队 但是66岁的费轩 和同龄人相比 体格和精力方面 还算是不错的 其实费轩60岁的时候 就曾经徒步穿越撒哈拉沙漠 65岁时 他又登上了北极点 每次旅程 他都经历过险象还生 穿越撒哈拉沙漠 途经阿尔及利亚的时候 费轩和队友 被当地警察误以为是间谍 给抓了起来 还面临至少一个月的监禁 当时费轩是心急如焚 好在他们几经周折 终于是联系上了中国大使馆 经过了使馆人员的交涉 费轩和队友被关押了24小时之后 终于重获自由 而在北极圈里的那次冒险 让费轩差点丢了性命 怎么回事呢 原来费轩由于负重太多 脚下一滑 一下就掉进了一处冰裂缝里 冰水瞬间就没过了腰 幸好身边的队友 眼疾手快 一把将他拉了上来 还拿着这个血 不断地往费轩身上搓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血一沾到身上的水 就会变成冰 这样就能够阻止冰水 带走身上的热量 费轩这才逃过了一切 不过这些险境 在费轩眼里 正是探险的乐趣所在 费轩来自云南昆明 退休前一直从事 野外地质勘探工作 行走就是他的工作 费轩说 他人生的下半场 才刚刚开始 现在他正在筹备 明年四月份 沿着美国一号公路 由南向北骑行 他说只要有梦想 任何时候出发 都不算完